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兩黨爭拗,誤國誤民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1,1808點 收報21,696點 成交有1,375億 今天港股又再急跌過千點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 未能達成這個救市方案 他們兩黨的爭拗又再一次誤國誤民 其實這個情形在12年前 2008年雷曼爆煲的時候已經出現過 雷曼爆煲的時候 當時美國的財長 就向國會申請撥款 希望可以擔保雷曼 令到雷曼不爆煲 但是國會因為 因為財長的政府是共和黨人 國會控制的都是佩洛西他們 當時都是佩洛西 是民主黨人 當然 共和黨提交的議案 民主黨當然是說不 說不 說不之後雷曼爆煲 其實當時如果保雷曼 動用的可能是一二千億 甚至乎用到五千億美金 很多錢 當然 這個擔保 不是真的要拿這麼多錢出來 但是不擔保不夠的話 之後爆了 爆了就全球一齊恐慌性拋手 所損失的大得多了 損失數以萬億美元計 只是美國自己 全球性更加不止 今次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其實美國政府又向國會申請 現在其實說到 可能申請的撥款是兩萬億美元 那麼多 一定超過一萬億 是一萬還是兩萬億 可能介乎這個數 那麼申請兩萬億美元的資金 就是說 舊市 兩萬億資金 即是等於多少 我就馬上去檢查一下 美國其實 2019年的GDP 是21萬4千億美金 如果大概兩萬億 即是接近一成 未到一成 接近一成 如果它的數再大一點 就可能是一成GDP 那麼大盤數 當然 數字看來很大 但如果你不補的話 可能損失更多 剛才都講過之前的例子 但今次 又是共和黨的政府 向民主黨的國會申請撥款 都未去到美國的眾議院 即佩洛西、查菲那裏 但是去到參議院那裏 已經佩洛西就說 我們不喜歡參議院的民主黨議員 就說不定 就已經拖了個程序 本來是美國時間 星期日的下午三點表決 結果拖到下午六點 即是香港時間大概 到早上午六點 結果說不定 之後 美股期貨立即跌停 上星期五晚 都已經是不好的 因為上星期五晚 是紐約封城 所以美股急跌 跟這個議案無關 上星期五的跌 是美國封城 紐約封城 之前 加州那邊封城 紐約封城之後又跌 本來想著周末 可能通過這個議案 有好消息充氣 誰知道 就受到這個兩黨爭拗 真是又是五國五民 為什麽真是五國五民 你現在盡快 如果是通過一些法案 有些Bailout 即是擔保 或者派錢 之類 令到大家 起碼減緩經濟衰退的壓力 還有真是如果派到錢的話 很多人不上班 美國人 即是他不用上班 留在家裡 都不用怕沒有飯開 好了 因為現在說 美國如果有很多shutdown的話 怕失業率 一下子升到10% 甚至有人說是20% 總之就會很大量的升 所以就需要很大量的資金去擔保 其實美國人都很渴望 當然美國很多公司都很渴望 其實當然大家說 當然 民主黨當然很大條道理 就是說 他不贊成 是因為可能怕這個法案的錢 會不會用了去 益了一些公司 不是擔保 不是益了一些國民 是益了一些公司 諸如此類 其實這些條款 全部都可以談的 問題是 快快去做事 你可以談大朗 令到大家 全世界 大家覺得 經濟衰退壓力 先減低 然後才再 那些細節 因為其實老實說 報完之後 美國財長老陰都說 隨時可能都不夠的 都要再申請 所以 你起碼走了第一步之後 才可以 再有第二第三步 好了 這個法案 這次不行之後 又不用那麼害怕 估計 最終兩黨 都會達成協議 不過 中間 當然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 美國政府 共和黨提交的方案 我們推翻它 然後 美國民主黨 又再自己 提交另一個方案 成功爭取 為了市民大 國民 爭取了一些好東西 又會是這樣 所以這個過程 要一些時間 2008年那次 用了十天 才提交第二個方案 民主黨的方案 終於 OK了 不過十天 十天之後 雷曼爆了 雷曼爆了之後 你再提一個方案 都救不了 結果就爆下去 結果他那次 救不了雷曼之後 爆了之後 就要等到第二年 就是那時候 要到第二年 2009年3月 量寬才能夠回到市 但是現在已經量寬了 所有做的事情 就是等這個財政政策 Facial policy 這邊做事 希望不用像上次這樣 又要等多十天八天 因為十天八天 現在死人死很多 疫症那個 因為為什麼呢 初頭用了幾個月 才是去到十萬個感染 由十萬到二十萬 用了十二天 但是現在最新 用多幾天之後 已經是三十一萬人 全球 三十幾萬人感染 所以那個速度很快 拖下去的話 就很大劑 最好現在就發掘通過一些方案 就是 美國人 大家不用減少流動 全球都是 其實如果美國做了很多 大家都會跟他做 其實最後防疫 全部都是跟大陸那套 封城 鎖國 一段時間 回到香港 其實這次也是慢了 新加坡和台灣做完 即是說 最後都是封了 不讓人進去 現在今天才宣佈 都是慢了 梁赤偉都說 很怕會爆 希望大家touch wood 香港沒事 但現在都真是害怕 好 整體形勢底下 所以說股 今天又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 後市又怎樣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最重要都是看著21139 紅市反彈可能很快 現在都還未跌破 希望短期 美國能夠推出的 舊市方案 亦都支持21139 否則的話 下一關就要下去 兩萬大位 國企指數 同樣都是 看著這個位 8290 8290前浪底 如果不行的話 又要下去 下一級 下一級呢 大概要7500區 除了外圍之外 為什麼說 怕它要退手 就是因為 內地股市 有一點點退手的跡象 即是棄手的跡象 應該說 我們看深淨成分股 它還勉強守住在 農曆新年回來 開始之後的低位 2月4日的低位 當時是9578 你當它大概是9600 是還守住的 但是上證指數 上個禮拜已經曾經跌穿過 但是收回到之上 今天正式跌穿 收在旗下 收2660 2月4日的低位 就是多少呢 2685 差一點 現在跌穿了 要小心 如果未來一兩天 能上回去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呢 如果呢 再繼續下跌的話 就即是 之前呢 搜了很久的低位 似乎有一點點 就是上不搜了 那阿爺不搜 可能因為環球股市都跌了 搜來都沒有用 其中可能是這樣 而來都怕被人解釋 就是說什麼 中國經濟很差 那現在呢 譬如好像中金那樣 其實它又發表了一個報告 那它是內地的研究 內地的證券公司來的 中金的雲觀研究團隊 最新的研究報告 就說呢 中國2020年 實際GDP的增速 可能由6.1% 下調去到2.6% 2.6% 所以呢 如果它真的下跌的話 大家要小心 好 那美股形勢呢 18917 即是前浪底 那現在是有機會再跌穿了 因為呢 旗子那邊已經跌穿了 又是啦 那十級而下的話 下一級 可能要退守 一萬八千區的了 那整體來看呢 不過形勢 又不是說 差到呢 比上個星期更差 即是現在是差 但是沒有比上個星期更差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上個星期差呢 就是因為美匯指數不斷升的 破了頂 即是亞洲區那些 不斷沽一些資產 調一些錢回去 去回美國 那今時今日呢 都還在沽 不是沒有沽 因為都還要國獄救母的 即是那些錢 調回美國 應付贖回 這樣沽海外資產 不過美匯呢 暫時 就是沒有再破頂 那即是說那個 調回去那個資金的壓力 暫時是小了 或者已經是沽無可沽了 那現在已經沽到去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沽到香港的公用股了 好像煤氣一樣 由於它業績也沒有那麼好 不是十送一 就變成二十送一 那就連續兩天都是超過一成的跌幅 但是整體今天 其實香港來說 跌得最多的是公用分類指數 不是工商 不是地產 是公用分類指數 跌成7% 最主要因為煤氣這隻拖著下 其餘的中電 港燈那些都要跌6% 只有四隻股 還有一隻長江基建 都是跌得比較深 所以拖累到 為什麼這批股呢 現在才來大跌呢 公用股 就是因為 其實它們本來是最保守的 但是由於要錢不要貨 最後的基金都沒有辦法 都是要扔這些 反過來的一個角度看 其實都扔到真是尾聲 它們要沽的 就是尾資或者外資要沽的 都扔到已經是很優質的資產了 為什麼哪些人現在接 可能就是北水 可能就是內地的那些 所以相對的中資股 或者內銀股 相對跌幅又小一點 就是相對高息得例 你譬如說內銀那些 都是跌2%左右 公用股現在跌得很厲害 那這個洗倉潮 是不是去到尾聲呢 可以留意公用股 如果到公用股 是開始跌幅沒有那麼大 甚至乎有人見到 沉低急壓有些反彈 可能這個就是去到 跌浪的尾聲了 整體而言 現在短期的一個 紅市反彈 就於外圍 就是美國兩黨之爭 搞到現在很短的結束了 幸好現在未破底 美匯指數也沒有破到頂 所以相對來說還是好一點 不過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美股可能今晚會破底 也要小心內地股市是破底而落的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